被称为最上海的酒店,到底有什么魔力? 这里有最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群,55栋豪华套房别墅,每套都设有私人庭院,从入口进来便是花园市洛克庭院。 这座水塔是酒店的最高点,当时居民取水的地方,如今改建为古典灯笼造型的装饰建筑。 上上生长的攀爬植物,为老石库门的建筑,带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 最不像酒店大堂的大堂,向来到了老上海富贵人家的客厅,隐藏于别墅后方的秘密花园,即使季节更替,依然保有蓬勃生机。 在酒店内,可以随处感受到小而美的设计哲学,虽然传承了上海传统里弄特有的空间格局,却依然拥有精致的世界效果和美的体会。 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一下房间里的样子。